降息的疑云笼罩市场 投资者如何布局未来的降息路径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市场对降息的分歧 以及我又为什么认为 未来的美联储会议 不论结果如何都值乐观呢? 大摩首席策略师发出了最新的警告 并列出了未来美股持续上涨的条件 我们就来分析总结一下 然而是苹果发布会 万众瞩目的iPhone16要登场了 可是似乎毫无亮点 苹果让市场失望了吗? 最后来说说Palantir 一则消息引爆股价大涨14% 那么就开始进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大幅反弹 三大股指都涨超1% 板块方面 仅所有板块也都飘绿 五个板块都涨超1% 非必需品领涨1.63% 通讯交流涨幅最小为0.04% 对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阿吉想提醒一下各位 记得打开频道的小铃铛 调整成全部 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吉的任何视频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上来 我们先来说说市场对降息的疑云 现在投资者如何布局 未来美联储的降息路径呢? 我们都知道 第一次降息的幅度 是当下市场关注的重点 但除了第一次的幅度 9月份也会公布点证图 那么市场对点证图有何看法呢? 会如何影响未来的走势呢? 上周五的大飞农 本来是一次机会 让市场扫清对第一次降息幅度的疑虑 结果虽然新增岗位疲软 但失业率等其他数据还可以 于是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市场还是不确定 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大幅降息来保经济 如果只降25个基点的话 会不会幅度太小 导致来不及呢? 上周五 纽约联储主席Williams和美联储理事 Wallor两个人 就出来淡化50个基点的可能性 这就导致市场 对美联储来不及救场的担忧加剧 所以这一周 市场就将目光 落在了另一组重磅的数据上 8月的CPI数据 希望它能给我们明确的利率方向 这周三 美国劳工部将公布最新的CPI数据 这周CPI的重点同样也变了 已经不再是会不会让美联储有信心 未来可以降息 而是会决定9月份降息的幅度 如果CPI偏高 那么就会确立利率上 只会降息25个基点 反之 如果显著低预期 那么就可能与美联储 未来更放开手脚 即便最终还是只降25个基点 点证图上面的预期 也可能会把幅度调大一些 汇丰银行的策略师就表示 就现在这个利率水平 美联储最多有300个基点的降息空间 才回到均衡点 但市场却保守了 还没有充分地把这个可能性 给定加进去 TCW Group的全球利率主管也认为 未来美联储降息 会比市场目前预计的要更快 幅度更大 也就是说 债券还有大幅上涨的空间 但有一些人不同意 JP摩根的固定收益主管就觉得 经济只是放缓了 但还是好的很 没有东西出问题 这个时候债券市场 可能对未来降息的幅度太过乐观 根据蓬勃的数据 现在市场预期未来一年 美联储会降息近240个基点 前三次的幅度分别为 29、68和109个基点 根据这个幅度 9月和11月应该只见25个基点 12月的会议上才会出现50 点证图上 也应该出现今年3-4次左右的降息幅度 明年则可能会接近100个基点 但Vanguard资深经济经理就说 如果美联储降息太快太猛 那么通胀有可能有回升的风险 从上面可以看出 未来经济会不会出问题 降息后通胀会不会反弹 还有美联储到底会采取 什么样的降息路径 大家都不清楚 这很显然加剧了短期内市场的不确定性 从上次美联储会议到现在 宏观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通胀进一步下滑 而经济则从强劲转往有衰退危险 因此美联储的降息也从接近变为了确定 但在确定了之后 市场却更忧虑了 最主要忧虑的点 不是经济马上要出问题了 而是对于美联储保经济的决心不够清楚 报威尔和各路官员在Jackson Hole之后 只说未来会开始降息 但对降息的幅度、速度 基本没有清楚地描述 纽约联储主席Williams 和美联储理师Waller两人 更是强调要慢慢来 所以才惹得市场恐慌 但阿吉认为 9月的例会 很有可能会改善这样的情况 首先本次例会 会是一次政策转折性的例会 市场有所担忧也是很正常的 但本次例会 不仅能给出第一次降息的幅度 还能够给出未来降息的点阵图 这就会显著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 我认为鲍威尔 不会在这个时候 表现出过度激进的态度 从过往的经历来看 鲍威尔的发言通常也是比较鸽派的 而现在经济还要出问题的风险 鲍威尔就更没有必要放音来加剧威胁 即便降息幅度不如预期 鲍威尔也完全可以 进一步释放保经济的态度 从而安抚市场 而在出领失业金 失业率等重要的就业数据 没有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 美联储还有时间和机会来实现软着陆 有更大的容错空间 而对于9月的例会 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 最主要的原因 是鲍威尔在加剩后已经强调 美联储不欢迎劳林市场进一步软化 结果上周五的大费动数据却显示 新增岗位大幅低于预期 而且前两个月还被下调了 另外美联储非常关注的指标 空缺岗位和失业人口之比 暴跌至接近1比1 这些都是软化的表现 也反映劳林市场接近临界点 需要美联储的支持 才能够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说到降息 今天大摩的首席策略师 麦威尔森就发出了警告 表示最好不要期待 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 原因却不是经济 而是套息交易 7月第8月初的时候 我们都经历过日本意外加息 和美国非农数据引发的经济恐慌 这让套息交易出现异动 直接导致纳指差点熔断 一度跌到了6% 但前段时间 我们对套息交易的关注点 更多聚焦在日本央行那边 想要看看日本央行那边 会不会提前加息 却忽略了美国的影响 今天威尔森就做了个提醒 他在报告中说 日元套息交易的逆转 仍是美股背后的一大风险 如果美联储快速降息 那么就会让日元大幅升值 再次引发美股威胁 这里先给不熟悉的观众 再度回顾一下 套息交易的本质 就是借低息国家的货币 去投资高期国家的资产 来赚取回报 这里面有两个最大的风险 一个是两国之间的利率变化 另一个则是两国之间的汇率变化 日本一直以来 都在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利率为富 所以成了很多投资者 借钱融资的标的 而美国则因为加息 和日本的利差越拉越大 因此不少人 借了日元 就来投资美元资产 进行套息交易 而这两年 最确定的美元资产 就是美国的大科技 于是很多机构 选择了借日元换美元 来买美国的大科技 这确实给他们 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但7月底 日本央行意味着加息 再加上美国失利率上升 产生的衰退恐慌 就一下子 让两国的利差预期大幅逆转 日元在这个影响下 大幅升值 迫使很多机构投资者 被迫抛售手中的大科技 换回日元来平仓 这便是为什么当天 纳指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原因 但现在 我们已经基本确定 短时间内 日本央行 不会有过多的工作 年底前都将保持谨慎 避免市场动荡 但美联储这边 可就不一定了 取决未来经济 和就业市场的变化 降息幅度 可以进一步加大 Wilson就认为 这是短期内 美股最大的风险之一 他预计 要向美股走出 持续的上涨行情 必须要有以下 至少一个条件达成 一个是债券市场 不再认为美联储落后 现在两年期国债利率 也是用来预测 未来降息路径的指标 已经为3.66% 相当为提前 Price in了 160个基点的降息 而美联储的降息预期 显然没有那么快 只有这个差距收敛 美股才可以上涨 第二个是经济数据 扭转改善 彻底打消物 来衰退的可能性 包括失业率起稳 或者下滑 新增岗位回升 制造业回暖等 第三个 就是进一步的政策刺激 这可能意味着 缩表就此停止 Wilson就认为 在9月份美联储利益之前 市场的波动性 还会处在高位 RG认为 如果套息交易的抛压 再度重演 恐怕很难出现之前那样的大跌了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次不是个意外 上次是日本央行意外的加息 再加上失业率意外上涨 所以打了个措手不及 而美联储降息 是在一个预期之内的事情 降息25还是50个基点 也是现在市场热议的话题 所以参与套息交易的投资者 肯定有所耳闻 在上杠杆方面 肯定把这部分考虑进去了 所以风险更小 而有了上次的经历 我们也知道套息交易的逆转 只是一个短期的资金面移动 对于基本面和市场长期的走势 没有影响 上次大跌之后 市场很快就修复了 所以就算未来 因为套息交易出现大跌 我们也不必恐慌 反而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 或许还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下面我们来说说苹果发布会 这次苹果即将发布 万众瞩目的iPhone16 而iPhone16 也被业绩和苹果自己称为 是iPhone的分水岭 代表苹果首次踏入AI时代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这次发布会说了什么 同时探讨一下 对未来股价和苹果投资的影响 这次大会的重点 显然就是iPhone16的苹果智能了 苹果宣称 iPhone16是从底层开始设计 专爱苹果智能而造 一些重大的更新包括 一个全新的A18芯片 专门为生成式AI模型优化过 神经网络引擎的效率也提升了两倍 一个全新的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 还有一个新的光角镜头 能够自动对焦 低亮度环境 捕捉到更多光线 另外苹果还强调了一键多用的相机按钮 可以轻触来调用常用的相机功能 比如光圈 远近等 不过因为6月份 苹果在自己的开发者大会上 已经隆重介绍过苹果智能了 所以在这次的发布会里面 苹果智能的篇幅就稍微少了一些 基本上就是在重复 6月份大会上的内容 比如强调苹果智能的个性化 它为了安全的三层设计 包括本机运算 苹果Cell云和ChatGPG的合作 还可以修改文字 生成图片和表情包 置顶关键提醒等功能 总体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现在这两款iPhone的起步价 分别为799和899美元 这周五就可以预定 会在9月20号进入门店 苹果智能则会在下个月 发布Beta版本 届时只有美国英语 12月份会发布其他地区的英语 然后在明年才会推出中文 法文 日文等 iPhone 16 Pro也类似 主动介绍了芯片A18 Pro的性能 还有相机 比如可以录制4K视频 今年晚些时候 还会推出新的备忘录功能 届时用户可以叠不同的声音 这可以帮助写歌作曲等 Pro和Pro Max的起步价为 999和1199美元 同样也是这周五可以开始预定 然后在9月20号进入门店 另外阿吉认为比较有新的介绍 就是两个和健康方面有关的新功能 第一个是检测呼吸 苹果首次让Apple Watch 具有检测并提醒睡眠呼吸暂停的功能 公司说80%的患者都没有得到过诊断 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这样的症状 现在这个功能 正在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审批 预计很快就会获得批准 第二个则是助听器 苹果给AirPods Pro 2设计了三项新的健康功能 首先是所有模式下都会开启听力保护 这主要是在帮助用户预防听力损失 第二个功能是用户可以完成一个五分钟的测验 看看自己听力有没有问题 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对听力损失的意识 第三个就是这款AirPods内置了助听功能 完成了听力测试之后 耳机就变成了助听器 今年晚些时候会在一百多个国家上线 耳机认为 苹果不是第一次展示 它将健康和产品深度绑定的能力 在Apple Watch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实际上定位也不是很清晰 但经过迭代发现 用户最喜欢的是它的健康功能 于是往后的更新都会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现在苹果进一步提升健康方面的功能 特别是在会威胁生命或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方向努力 无疑是让产品的护城河变得更深了 品牌力也增强了 这对我们长期投资者来说是件好事 至于市场对iPhone短期换机潮的期待 我则有所保留 这次iPhone的外观上并没有任何新的设计 而大部分的苹果智能功能 还都需要陆陆续续更新 从发布会公开的节奏来看 这次苹果也并不是打算要引爆市场 开启换机狂潮 介绍的时候更像是细水长流 这大概率也是苹果的一种战略选择 通过慢慢的堆叠 形成越来越稳固的护城河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错误的成本 保证回报率 只是当前苹果的远期适应率高到29倍 这样的估值远不能算便宜 甚至还可以说有些高估 所以我依然看好 苹果长期产品力能给股价带来的杰出表现 只是不会对短期的换机潮和股价有什么期待 苹果发布会后 投资者关心的是 新品发布后苹果股价能否上涨 历史数据显示 自从2010年起 新款iPhone发布后 苹果股价通常先跌后涨 发布当天多数是下跌的 但在随后的60天内 14次 有10次是上涨的 最高涨幅超20% 根据Footmomo的期权分析工具显示 本周到期的未平仓期权多数为看涨期权 而且集中在235美元水平 华尔街分析师则普遍看好苹果 70%的分析师推荐买入 以上信息每日更新 可在Footmomo的APP免费查看 此外 美国用户使用Footmomo交易股票 ETF和股票期权还能享受零佣金 融资利率也更低 美国新用户开户 还能够享受限时8.1的年化利率 入境最高得15股免费的股票 转仓可拿1.5%的返现 加拿大新用户通过阿吉链接 注册集送90天最高2000加元的免佣卡 30天内任意入境 可额外享受60天6%的年化利率 入境2000加元 可得200加元的股票现金券 转仓最高可获得 2300加元的信金券 或者苹果的一拼卡 记得点击评论区 默默的链接注册入境 最后来看一条小消息 今天AI明星股Palantir暴涨14% 原始标普在周五晚间宣布 公司会被加入到 标普500的成分里面去 通常这种消息 对股价来说会带来不小的提振 因为美股有大量的被动资金 会去买指数 而这公司在标普500里面 那么就有源源不断的买力 给股价形成支撑 今天这个暴涨 就让Palantir的股价 回到了2021年2月以来的高点 距离历史新高 不足30%的距离 而去年年初 公司的股价 距离历史高点 则有超过600%的差距 Palantir是2022年 四季度开始扭亏为盈的 股价也刚好在那个时候 开始走牛 从2022年的12月份到现在 股价上涨了465% 从6点多美元 涨到现在的34.6美元 除了Palantir 戴尔也将加入标普500 经历股价大涨了3.8%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阿基发现 加入标普500 通常会出现 B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的现象 股价会在宣布 即将加入的时候 有不错的表现 但真正加入当天 却可能会承压 这次Palantir和Del 正式加入的时间 是在9月23号 如果你持有这两家公司 可能要引起注意 而从Palantir身上 我们也能发现 业绩扭亏为盈 而且之后持续盈利的公司 能够为我们投资者 带来丰厚的回报 除了Palantir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比如Uber和特斯拉 如果能够抓住几个 这种turnaround story 可以显著提升 我们的投资表现 只是风险较大 也对我们的选股能力 有较高的要求 值得注意 再来提醒一下 本周的大事 周二早上6点 NFIB小企业乐观指数 周三早上8点半 CPI数据 周四早上8点半 处理试金人数 PPI数据 周五早上10点 密歇根消费者新指数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二盘后的GameStop 周四盘前的Kroger 盘后的Adobe 以上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别忘了点赶紧再走 追逐出不易 阿姬是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